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 德国人托比拍摄的一段为中国抗疫加油 反驳德媒污名化报道的视频 让他在中国成为网红 一年后托比又拍摄了一段视频 指出德国某出版社在同书里 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不当描述 同样引起热烈反响 日前中心社记者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再次专访了托比 曾在北京清华大学留学的托比 说的一口流利的中文 目前生活在德国西南部 巴福州首府斯图加特 他的妻子来自中国山西 谈及拍摄病毒来源中国 这是儿童读物还是儿童读物的缘起 托比表示 令托比欣慰的是 视频发布后收到了全球各地网友们的支持 在托比发布视频前后 德国华人已纷纷向该出版社表达抗议 中国驻汉堡总领事馆 一提出了严正交涉 3月5号 推出该同书的出版社 想受到伤害的读者表示道歉 并表示 书中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描述不准确 将对书籍做出下架 召回和销毁处理 并准备修改用词之后重新出版 对于在德国明镜周刊 新冠病毒中国制造的污名化封面 报道一年后 人出现了同书 应有新冠病毒来自中国这样的事件 托比认为 其实很简单 在我的朋友和亲戚中 有一个人可能已经在中国 有中国朋友 有很多人知道中国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认识 中间有新冠病毒 然后有另一方面 那是人没有中国人 都没有过去 有新冠病毒 那是 pronouns 都没有用的 一 faktor来自建议 煮食食材 计则 这就是一种 所以 大概是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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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访中 记者还同托比聊到了 另外两位网红德国视频播主 阿福和乐伯 托比认为 自己和他们做的事情 都是在德国和中国之间牵线搭桥 以一种十分客观和直白的方式 向中文受众 展现德国人的真实模样 从中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 传递知识 我非常喜欢视频 阿福和Leo 我自己是一个大 Fan 他们做的那些 这些是两个国家 韩国和中国 这些位置是非常重要 我们就向人们 很意义 很正确 我们就向人们 我们就向人们 感觉和人们 帮助我们 眼下 德国正在经历第三波疫情 托比最大的心愿是 尽快重回中国 去走亲房友 品味美食 我最多人还不尽 在尽快尽 溫通关系 我最大的学生 在我的家 在美国 同时 同时 我相当地在中国 还在中国 所以我已经 三年到四年 不再去年 已经不再去年了 我都尽快那些人 据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